這麼重要指揮官的角色 當作來去自如的自由業 過去演了兩年多的抗疫軟男 現在不演了 仍舊敵不過台北市長 這個權力的誘惑 而陳時中前幾天 他竟然還好意思說 責任來我就扛 這句話已經成為最大的笑話 現在每天還有超過三萬例 還有台灣民眾死亡 防疫仍然需要一個指揮官的時候 陳時中竟然要落跑 他要去奔個人的政治前程 他今天就要接受民進黨的徵招提名 去選台北市市長 請問這樣的指揮官不是落跑 什麼才算落跑 前兩天陳時中在記者會講說 責任來了我就扛 這句話在台北市市民 包括在全國民眾的耳朵 事實上是非常諷刺 把謝澤當作扛責 把攸關人民生命健康 這麼重要指揮官的角色 當作來去自如的自由業 過去演了兩年多的這個抗疫軟男 現在不演了仍舊敵不過台北市長 這個權力的誘惑 這就是陳時中喔 但是我相信人民國人看得非常清楚 陳時中部長其實就是被政治疫情 耽誤的政客而已 現在時間到了不趕快跳下船來 趕快來參選台北市市長 接下來恐怕就沒有機會 但是我仍舊要請教陳時中部長 代表國人請教陳時中部長 防疫兩年多時間 請問他扛過什麼責任 他負過什麼責任 在台灣前半段做的不錯 我們仍舊有足夠的時間 來去準備足夠的物資 但是我們看到陳時中部長 第一階段在忙什麼 K哥上時尚的週刊 到全國去賣農產品 但是到疫情更嚴重的時候 我們要疫苗沒疫苗 要藥物沒藥物 造成全國四百多萬人的染疫 將近八千多條生命 這些數字 難道不是陳時中該負責的嗎 他憑什麼說我來扛責任 他負責任在哪裡 身為指揮官的責任都還沒算清楚 今天要跳下來台北市 參選台北市市長 至於是 吶 二 如